后面的话,new一个date,这样的话就实体,实体化 那date的物件呢,我们就可以取得现在的时间 那formate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也是一样dateformate,不过这个是比较冗长的写法 第一个是宣告一个short的f的一个物件名称 然后呢,我们gettime instant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你游标放上去他有说明 date style跟time style 那如果他的数字,这formate的规则是 日期的话也是0到3 那0是最长的 1是其次到3,所以有四种格式 time的话呢,也是四种格式 分别是 这个数字的话越多,他的越简略 所以呢,我们short的刚好 这个格式是33 就是最短的 再来的话22 日期跟日期时间 再来的话呢 当然你如果除了给数字之外 你也可以给什么,给常数 那这个常数的话,你也可以什么,dayformate里面 点下去,实际上 他也会给你提示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呢 可以自己打上去一个常数 或者是说呢,你可以给数字 不过如果你记不太起来的话,你可以给什么 你可以 给这个数字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给 long 那也可以啦,就是说给常货,给full 那其他的话,他们这边formate里面还有好多常数 各位可以分别,游标放上去,他也有个说明 那full是0 long是1 media是 012 那short是3 OK 所以分别的话,给他formate 那最后输出的话呢,分别就是用 这个物件点formate 把日期给输出 这样的话就完成 我们执行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给他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样的话就完成题目的要求,上面有个 Title是当地时间 然后 比较简略的,其次 长的,完整的一个时间 就输出啦 不过 这样的写法 比较怎么样 比较花怎么样 就是说 比较冗长 那最精简的方式就是说 其实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还可以更精简 3 2 1 0嘛,对不对 那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跑个什么,回圈就好了 那回圈的话 不经方式就简简啦 有没有 就是一直越来越少 可以输出 那把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宣告一个物件 直接用 Date format 来做 那这边的话,如果要精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如果要精简 成回圈 的话 基本上 一样的方式 我们其实只要import的部分 其实也是import import两个 然后当地时间 这个地方 可以一样宣告一个date 然后输出的话 刚刚我们会宣告四个变数 那其实这里的话 可以有个简单的做法 就是你直接什么 用匿名物件的方式 就是不需要,你直接拿date format 来实作 然后点get date time instant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 后面加 II 然后点format 把日期放进来 这样也可以 然后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 Default 是从3 然后呢 跳 进入回圈的话呢 是 小于等于0 然后后面 步进的话是 简简 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很快速的 把我们要的 输出的结果呢 把它输出去 各位可以看一下 结果几乎是 就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说我可以把它怎么样 做简化 简化成一个什么 回圈 就不需要那么冗长 的 再去多宣告 宣告那个物件跟 租行去输出 所以这里的话可以用回圈 第一个 去修改 比较精简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用Defformat 直接做输出 那当然 第二种方式 会比较简单 不过可能会做错 做错的可能性 比较高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来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如何做格式 日期格式的输出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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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 我再试试看 toner